传言 轮到大国子 万千平行小世界中的本我为法僧 万千法僧归一 则正道成神 请帝大人 这是要正道成神了呀 恭喜兄弟 宋为大成 得到大罗金仙 万伐归一 不是 你拍什么玩意儿 你会不会拍戏啊 查理点 冬午饭不想吃了 都赶紧啊 都快点干 万伐归一 正正道大罗 恭喜兄弟 万伐归一 从今以后 您就是世间唯一的神 还有一粒法相 没有归位 欧海门尊法相 找死 一样面主 天龙剑十万尿石死伤殆尽 您要何苦死死生殖 是我梦 我大下我土 能容儿等狗贼他 来 我们要 你依照他的大下 今日 即便是马嘎古诗 绝不退出饭 我可以踏入无上神境 休死吧 何方晚会 本席本席法相 上午九天神剑 你 你是何人 而等凡人 敢敢偷派本席法相 找死 什么上午九天神剑 敢来我这儿 让你有知无悔 灵火之光 也敢偷志月 我这个人 这个人是警官主持 我无天性 看老海象 是头击手 神学天王 马飞 他是 现在晚了 五天露雷 杀 战神法相 归位 万千小世界法相归位 也该正道成神了 怎么回事 这法相 虽然还有执念在世 无法带走 但我亏待法相记忆 看看这执念 竟有几乎为何 你别人 你快去 不要回来 我不走 我下去 我令你加 不愁 我不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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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灵 我一定会出人头地 到时候回来娶你 好我等你 到时候我要试条矿卖当地 好 没想到 我这战神法相经身负血痕身丑 还有对一个女人的承诺 既如此 那我便帮你完成这尘世之念 恭喜殿主造品外观大获全胜 林阳殿主 天龙殿主林阳 兼提于国门之外 我大下国门不失 帝尊赐礼 江州矿卖十座 江州修炼秘籍永久归属权 大下户身龙气一缕 大下龙气 有了龙气户身 以后谁得罪了殿主 自身器语将被大幅削弱 甚至尽数剥夺 林阳殿主此战你驱功至尾 帝尊有意将三公主许配给您 不知您 但我谢过帝尊 人尊已有新遗旨 术不能从命 既如此 允许告退 店主 能拒绝了帝尊 只怕 不必担心这些 飞车 去江州 哎哎哎 干什么呢 你来找我的未婚妻 兄弟 我们这可是乡院别处 就凭你也配在这有未婚妻 苏灵月就是我的未婚妻 小子 你说苏统领是你的未婚妻 你也配呀 放弃 我们苏统领今天就要嫁人了 你说什么 他要嫁不去 当然是嫁给我们江城第一世家的陆家大上 难不成是你啊 不可能 我才是他的未婚妇 你小子是穷疯了存心来找事是吧 怎么回事 小姐 这有人弄事了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他明明不是说你已经死了吗 苏统领的闺女还漏威 黄小姐 你是我的朋友 证明你们什么事 黄小姐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黄韵他都要定番嫁人了 苏统领要是嫁了人 战神法相的执念就没法抵消了 走 带我过去我要见黄韵 好吧走 黄小姐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路上说你已经死了 路上说你已经死了 没想到你小子命还挺大 苏爷爷五年前定下了婚书 我才是他的未婚妇 叫你这个穷鬼 还想娶我家灵韵门都没有 灵韵现在在哪 我让他亲口跟我说 女娘 黄韵 不去 这会没死 黄韵 你真的要嫁给别人了 是 那这算什么 当年爷爷把我许给你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容易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更不会嫁给你这种废话 这五年来 我送给你们苏家的礼物 又说什么 灵扬你要不要脸啊 你干嘛说家什么了 五年前 我让人带回来的喜爱单 那是路上给我姐姐的 什么 那四年前的神兵必须见的 那也是路上给我家的 那三年前 吹 你继续吹 你该不会是想说 三年前的武学秘籍 两年前的千年灵芝 还有去年的江州护卫统领之位 都是你给的吧 不错 够了灵扬 五年前你不辞 别音声全无 现在你就出来冒里路上都动了 你还要不要脸了 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兑现承诺 以江州的十条矿脉 以及修炼秘境为聘 当众向 够了灵扬 这是辅助修炼的通卖单 你要是觉得我亏欠你 这就当给你的补偿 从此以后 我们两个骗无瓜哥 赶紧拿的东西给我滚 灵扬 补偿我已经给你了 我后面路归路 乔归乔 两不相近 灵扬他 你还要帮他说话 既然如此 我成全你们 还有你的破东西还给你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你们俩 这一块人 是你的 当年领域十三岁生日的时候我送你 陆爷爷 那有人 啊 你想想你想想 你想想你想想 人到当年那场女孩 是他 林阳你不要气馁 我找机会一定会跟他解释清楚 既然当年的小女孩不是苏灵域 那这礼物就不应该给他 而是应该给白洛威才对 这五年来送的礼物 怎么就成木家送 店主 这五年 送给苏家的礼物是敬谁的什么 回禀店主 礼物我都是交给了江州镇守 让这个江州镇守 来南方酒店见过 主席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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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属下 主席大人 现在 立刻去南方酒店 请搜林先生安排 是 是 立刻飞车 去南方酒店 陆少 我们苏家 能够挤身江城四大家族 靠的 都是您送的这些宝贝 您哪 是我们苏家的贵人 只要林韵喜欢 就算是再多宝贝 贵人也不顾 苏夫人 你们苏家真是好运 找到了这么好的女婿 没说不是嘛 我贵女啊 要是有苏小姐这般运气 我呀 做梦的要下行 主位 谬赞了 在我心里 林韵 才是唯一的 一句主话 我陆霞要是有那些宝贝 早就一统江州了 怎么可能送给苏林韵这个贱人 不过 只要把苏林韵取回家 那些宝贝 实在不是我陆家的 师父 林昶的熊小子竟然没死 刚才还在酒店门口 说这些宝贝 都是他送的 简直太标烈了 师父 他竟然没死 这个废话 他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那个熊样 什么功劳都敢冒零 林韵 这是你和陆绍对见 你这个特别要点的骚服力 还没滚呢 楠楠 白鲁卫 刚刚已经跟你说了很清楚了 求我劝你们 让你们滚 你听不清楚吗 林韵 白鲁卫 最大是你要自己走 还是我把你干走 林韵 林韵 林韵她是真的爱你的 来了 把她赶出去 谁敢动手 本村看谁敢动手 你没事吧 他们欺负你了 我没有 没事就好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苏老姐和苏家的 臭瓜子 林扬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不可能了 你不要再纠缠我 我求你了 我来不是为你 而是那些送给苏家的五份礼物 既然我们没关系 那些礼物就不属于你们苏家 林扬 你放肆 林扬 要是再敢胡说八道 当心本少 对你不客气 林扬 你不过是我爷爷 捡回来的一条狗而已 我是想苏爷爷救我一命 给你们苏家留椅子 现在看来没这个必要的 礼物 全部拿回 够了林扬 这五年你音讯全无 你凭什么说这礼物是你送的 你还要不要脸了 那些东西是我让天龙殿拍的 啊 天龙殿 天龙殿可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啊 这些礼物 据说就是天龙殿 托付给正成大人 所以我们正成大人 托付给我们陆家 只有给苏家 不可能 这他绝对不可能是天龙殿的人 那天龙殿的人呢 那一个不是人中龙殿 怎么可能像他这般废物 小子 你恐怕是不知道 上一个冒充天龙殿的人 是怎么死的 林扬 跟你先走吧 其他的事情 后面再说啊 今天 我必须拿 因为那些东西 本应该属于你 林扬 你别恶心我了行不行 把东西消除了 你小子没完了是吧 来人 动手 林扬 你快圈圈路上啊 四千人 你给他果然有一腿 我反正 这等货色也敢安本质 不可能 林扬怎么会这么厉害 你却被我给一个垃圾都抓不住 滚 在本尊眼里 一样是个废物 林扬 你别太嚣张 陆少奇是你能生辱的 真是不识好歹 我现在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陆少秀为更不过了 神剑 陆少居然是神剑高手了 你扬你快跑吧 你打不过他的 现在小子 管了 林扬小心 小心 小心 什么事啊 这小子身中怎么会有容器 绝对不可 一定是我感觉错了 林扬你住手 林扬你可不要太嘚瑟 这种大人马上就要来了 镇守大人 太好了 镇守大人你一定是听说 林扬在此闹事 所以特意过来助我 林扬这种大人 你马上就要死了 本尊等了就是 赶队离前者不进城死 林扬你 你再敢跟镇守大人叫板 你这嫌命太长了吗 老爷子当初也不知道怎么就瞎了眼 居然把林扬谁配给他 真是造变 不 不能让这个目中无论家伙继续在那小小下去 林扬 你竟然敢跟镇守大人叫板 我现在就把你抓起来 听说是大人巴落 真是 原来刚才还是对你太客气了 刚才是我答应了 现在 天哪 陆少的实力又提升了 陆少的成绩 姐夫 我要让他跪下给我们道歉 我懒了 你就发心 别说道歉 来吧 我让这小子给我们跪下挨个铁鞋 他都得伸舌到屁颠屁颠 姐夫好厉害 姐夫你没事吧 是谁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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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是镇守大人 镇守大人来了 他一定不会送过林扬呢 镇守大人来了 这下 终于有人说是林扬叫狗东西了 那可不 镇守大人过来的 就是给我撑腰的 镇守大人 您来了 您刚才阻止我 是要亲自对这个废物 出手吗 你给我滚开 镇守大人 您这是怎么了 闭嘴 可不许是想不让镇守大人震抗 才让镇守大人无差别攻击 林扬 镇守大人亲自前来 你还不跪下 你还不跪下兄弟 嗯 可以 你不跪 难道要老子跪 文长 你闭嘴 是聋了吗 真的 我不在帮你 滚蛋 你说一句话让你死 李先生 怎么 怎么 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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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想 你绝对不可能 镇守大人 怎么可能像林洋的废物 虚公行李呢 姐姐 镇守大人居然给他相跪 怎么回事啊路上 为什么镇守大人 对林阳那个废物这么可耻 这小子该不是真的 和天龙剑的人有什么联系吗 快到了 天龙剑怎么可能在这儿呢 难道是因为苏林玉 苏林玉能得到最无限的礼物 镇守大人应该以为林阳 还是苏林玉的未婚妇 一定是这样 镇守大人 您是不是弄错了呀 他就是一个废物 苏家赶出去的一个窝浪废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顶住大人 真是不想暴露身份 还得是我姐夫托米 还真以为他有什么背景呢 林阳 我不管你从哪找一群人陪你演戏 你骗得了镇守大人 但你骗不了我 你们不要再说了 林阳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你们白乐位 你这个贱人 在哪有你说话的份啊 你 你给我来解决 好 尔等真是执迷屁股 看来不用再给你 李先生 您看怎么处置 路程冒领功劳 对于其他人 只要把礼物交出 放就什么 是 林阳别装了 少在这胡家胡为 镇守大人 他就是个废物 你可别被他骗了呀 林阳 你要识笑什么 赶紧给我滚 我 我 双腿让你这辈子只能跪在地上 你跟野狗抢尸 吵死 林阳 你这是个废物 你看看你们小样 我说你是狗东西 都是在侮辱狗 还不动手 难道要等林先生轻易动手吗 来人 林阳 别以为你派上这么多权贵 就能随意处置我们 陆家冒领林先生的功劳在先 而等 有顶撞林先生在后 也能不处置 什么 陆家冒领功劳 怎么可能啊 那些礼物 明明是路上送给我苏家的 旧品林阳的废物 怎么可能有能力 搜集到这四件绝石珍宝 还给我姐姐一个江城护卫统领之位的 没错 这个废物要是有这个能力 他怎么可能还去工地干活呀 路上 你们敢 你来真的 林阳 姐姐不 我说你不要让这种大的错办 我们 我们是无心的 你来来说的对 是我们的错 是我们不好 你就看你在明运的面子上 大人以大量 要负我们这一次的 林阳你到底想怎么样 他们都给你下跪了 你非要逼死我们吗 终于知道低头了 林阳 我低头 不可能 我没错 我没错 林阳 你可别忘了 当年是我和爷爷救了你 要不然你早就惨死在街头了 可你现在 这样报答我们呢 当年 究竟是你救的我 还是白洛威救的我 白洛威 是你告诉他的 我 我没有 不是洛威说的 是你丢掉的玉佩出卖 我也是刚知道 用你自己救的 没想到他居然知道了 我之前一直没有说 就是怕林阳和林阳之间有隔阂 现在他知道了 你救我胆情 我林阳必将不怕 就算不是我救的你 我们苏家养育你多年 这些礼物也是你该给的 明朗 既如此 那你们 也不用留了 你你居然这么无情 Read 迪玉 你可让你的人对我 我哥不会想要恨你的啊 这个宋家的人 上一次敢指我的 人通潮子 你爸糟了 他哥哥 可是地度宋家的人啊 为我洛威的弟弟动手 他是活腻了吧 看對我蘿威的弟弟動手 他是活膩了吧 你 他這胳膊 陸統領 你來了大哥路少他 對不起都是我的頭 都怪我當年他一位爺爺嫁給林陽 要不是這樣 都不會引起林陽的風俗的注意 是我害了路少 這個你沒關係 冤有頭載有嘴 你敢對我弟弟動手 今天我要你死 就是絕對不能放過這個臭小子 林陽你快走吧 放心 這不一樣 陸威他可是帝都宋家的人啊 再說了鎮守大人也不是他的對手 更何況 他的背後是宋家的人 李先生 此人確實難以對付 我在此抵擋 您快走 宋家 無可可決 禮物沒達到 我怎麼走 你這 你這人怎麼這麼死腦筋呢 這些禮物我答應你的命重要 關心我 我 我就是擔心 我好不容易救活的人 都死在我的面前而已 白鑼穗 白鑼穗 死到臨頭了 你們還在動你呢我呢 真不要臉 20年前 要不是這個劍志前總 咱家老爺子 也不至於把這個垃圾撿回家 還把林陽許配給他 就是 20年前 你也不知道他當初啊 為什麼被一群人追殺 狼狽的跟狗一樣 20年前 追殺還姓林 你该不会是二十年前帝都灵家的余孽吧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书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宋家走了二十年的灵家余孽 居然被我找到 什么 路头里灵家余孽 他就是二十年前宋家灭祖灵家之时 投走的灵家余孽 宋家找了他整整二十年 如果我们把他交给宋家 不仅是我路家 就连你们苏家也会因此一飞冲天 成为江州的宋家 真的 太好了 路头里 赶紧把这个家伙抓起来 送到路家去 上 你别冲得动啊 二十年前 陆地都林江南人的凶手是宋家 怎么 看你这个样子 你还想报仇不成 路头里 凭他的势力 别说是宋家了 宋家 你也根本没办法抗衡啊 林阳 你才知道你跟路家的差距吗 无由汉述 你根本斗不过我们 出去 三日内灭宋 说什么大话呢 还三日内灭宋家 见过吹牛的还没见过你这样吹牛不打草稿的 哼还跟他废话什么 应该让他见识见识厉害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嚣张 林阳你非要这么执迷不悟吗 苏林韵你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间变成这样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跟林阳没有关系啊 你们白洛威还说自己跟林阳的肺部没有一腿呢 我们还没把他怎么样你也就担心了不行了 我要你放过这 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你在威胁我吗 如果你还想留条狗命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马上联系宋家 让他们滚过来受死 放肆 林阳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只给你十分钟时间 共识不扣 哼 小子 你是第一个在我面前这么小子 但不过也很快将是最后一个 龙卫 来 林阳 居然是龙卫 我可是听说只有帝多大家族才能拥有啊 龙卫在这里难道宋家来人了 林阳 就算你有些实力也不可能是龙卫的对手 你呀 就等死吧 林阳 我已经劝过你很多遍了 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听说龙卫非比寻常 境界也深不可测 只要跟他们对上了 若你能从他们手上逃过一劫 你 我们打败他们吗 当然 林阳会不会再说大话 要是没有办法抗衡 那该怎么办 也不知道 林阳身后的这些人能否护住他 你怎么可能是我龙卫的对手 龙卫一出手啊 你可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 我劝你啊 赶紧下规认错 陆同理啊 或许会放你一把 这句话 本身都送给你一把 都死到临头了 还这么嚣张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这种废物 但凡他有点自知之明 就不会跑到地狂宴宴上那是 丢圈我女儿 陆同理啊 赶紧动手吧 现在呀 光是看你这个嗓子 就感觉头疼的很 龙卫 动手 但是要留他一口气 我还要带着他去送家 赴墓 敢敢对林先生无礼找死 啊 啊 你是什么东西 竟然敢戴这杀布啊 还不赶紧过 扬嘴 是 哎呦 你凭什么打我女儿 啊 我看谁还敢出头 这位姑娘 这里是陆家 你这样来盗弄我陆家的订婚业县程 也太怕陆家放眼里了 放肆 三公主驾到 而总不够被瑜伽也罢了 竟敢去公主如此无礼 饶食 入职三公主大家光临 有失愿赢 林阳你这个废物还不跪下 跪下 我为何要跪 你想死也别连带着我们啊 林阳 你对我们放肆也就罢了 三公主在这 你还这么放肆 你要害死我们呢 林阳 别再跟他们置气了 他可是帝尊的女儿 你不忍心 我在 谁也被我 他可是三公主啊 他可是三公主啊 我 林阳 你干嘛呀 三公主要放肆 林阳 敢对三公主如此无礼 你找死啊 林阳 你不仅嚣张还很无知 林阳 你别站在那了快跪下 三公主您别生气 我立刻找人把他丢出去 以免他 爱您的意 这些糟糕了 龙卫 动手 把这个小子的双腿和双脚 全部砍断 再把他的舌头给我割下来 三公主 三公主这是什么意思啊 抱歉三公主 是我的意思 如果您想亲自动手的话 我给您横开场地 让您好高出力气 也让这个小子知道知道 不是什么人 都可以随便顶撞他 林阳那小子就是个泼皮无赖 千万不能放过他 你们是觉得 泼开沙 可笑 本公主的夫君 也是你们可以随便定论的 啊 不然呢 不然呢 三公主 您再跟我们开玩笑 他就是一个垃圾 怎么配做你 那一辆 本公主 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吧 三公主 林阳他就是个窝囊废 你可千万不能被他给骗了 我对六公主 三公主 你有所不知 这个羚羊 是从苏家赶出来的废物垃圾 就连我也看不上它 更别提您这样的精致育业了 就是呀 三公主 你可千万别被这小子给欠了 他就是一个 在宫地上翻转的垃圾 不知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他是怎样的 三公主 他这样的无能费 哪有什么背景啊 您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 请 带上来吧 是 我家公主为表心意 特为林先生准备了四件并礼 进来吧 红井财安西士马 黄金装带旧玄刀 公主特准备适邪斩龙刀一把 先生有往直前 官爷 这斩龙刀犹如上方宝剑 可以上斩肩成下斩恶势 还可以先残后走 这小子手握着红刀 那我等岂不是得 扶手战斩 林征自信君荣盛 五色团花绣战袍 有了斩龙刀 自然不能没了战袍 我们公主 特为林先生亲手绣 五色金圣袍 助力林先生 永当大下神顶 三公主 居然亲自给林阳 绣战袍 开什么玩笑 这能得到三公主的亲爱 巧守台云之蔚蓝 陈豪苗画慧青莲 林先生 我们公主愿和你极为连理 特送上 雨过天晴彩云间 心欲评力展 了表对您的爱慕之情 清云评可是传世国宝 三公主居然送给林阳了 可愿娶我 林先生可愿娶我 不愿意 姐姐 林阳是不是疯了吗 居然为了白洛威放弃三公主 他不仅是个疯子 还是不是傻子 也不知道 用什么手段把饭屋主给骗 林先生 你不要太独特进取了 我们公主能看上你 那是你的福定 公主 这家伙 太不学孩子了 我们就不要理他了 我觉得就根本对不上你 你闭嘴 退下 为什么 给我一个理由 在我心里 已经有你 林阳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身份 三公主愿意下降 你就应该跪在地下 感恩戴德 闭嘴 这该死人 也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就套了三公主的心来 要知道 如果能得到三公主的那些理 那可是富可敌国的存在 是谁 我倒想看看 这世上能超越我的女 只有他 还可以做 这家伙疯了吧 为了白若薇放弃三公主 他把三公主当什么了 林阳 你放死 三公主也是你能羞辱的 林阳你别胡说 三公主你不要听他胡说 我和林阳什么关系都没有 小俩长得最适合 林先生喜欢你 我没什么话 既然如此 我也不介意你的存在 到时候你就坐小喊我姐姐 三公主你别误会啊 妈 林阳到底给三欧子灌了什么 你不认识吗 不认识 二十年前 你救了我的命 今天我送你两件礼物 为此 老大一点的救生 第三个人 要来 这两份文件 一份是江州十条矿脉 这两份是修炼秘境的证书 只要你签字 他们全部都是你 林阳 你别开玩笑了 打开看看吧 我 林阳你要笑死我 还江州十座矿脉和修炼秘境 你以为那是什么随便的东西 那可都是无价之宝 就凭你这个废物 也能得到他 把白天的 就开始做起白人梦了 你真的太可笑了 这让我觉得恶心 白洛威 你要是脑子还没进水的话 就应该知道他在骗你啊 没错 他要是有这个能力 怎么会找我们苏家 要回那四件礼物 和江州复卫统领去位 要不回家再打开来看吧 万一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你呢就是要丢人了吗 白洛威 你就打开看看嘛 让我们大家都开开眼界呀 哼就是啊 那有些人想要当正丢人现眼 你还替他镇压什么 放心看吧 看到了吧 我就说了 就这个窝囊费 还能有真的 谁说没有的呢 那给你们看看 这这居然是真的 我都说了 林阳从来都不会骗我们的 林阳 五年前你答应过我要送我十条矿麦 你怎么现在送给他呀 我不仅要将矿麦 修炼秘境给他 还要将这五年送给你的礼物 全部都给他 林阳 你可不要太过分了 我算是知道了 你明明一直有 却假装没有 都是为了 跟白洛威有一腿 早就勾得好了 像假的 把这些放罩死了之后 让我姐跟路上成婚的时候 再跑出来 扬我们一顿 好铁就要回那些礼物 你别胡说翻到 銀阳 我们走吧 我一点都不想看到他们 好可以 你们 过早把剩下的礼物 和苏黎约的首位同领之位 收回来 是 我們走是 原本那些東西都是我的是我的 等等 還有會 你我二人聯姻的事情 真的不願意再考慮嗎 不考慮 林先生我們公主對你如此真心 你卻屢次拒絕 難道我們公主 還比不上一個小家族的女子嗎 你說對了 就是我 你 林先生我想你應該清晰 你我二人聯姻 對誰 我不在 公主你要是直接嫁給你娘這麼廢物 肯定會後悔的 你們都這麼狼狽了 還記不住教訓 孟主 我們來就是為了提醒你 林陽就是個垃圾 你放肆 林陽 要女人打領我們 覺得很爽嗎 真是噁心 對付你們這些無名小竹 本來還需靠別人 林陽 別裝了 你還真是有種意義 林陽 你毀了我的一切 現在你高興了 你以為這樣 我就會回心轉眼 喜歡上你 別吃心旺上了 你真的很噁心 你真是想害 你們這些形體之彎 林先生的背景啊 是你們永遠想像的 三公主啊 他沒有什麼背景啊 就是錯關專的 只會狗像人士 林陽 你千萬別為他騙了 三公主 我與林陽相識多年 很清楚他什麼品性 您跟他在一起一定會後悔的 這就不勞煩您費心 林陽根本就不是你們說的那種人 我們還有你 撿垃圾的賤 吃早有一天 我讓我知道 我的東西 你撿不得 你 林陽 我們走 好 你們呀 根本就想像不到自己錯誤 行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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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楊那個廢物怎麼可能是天涯店主 三公主啊肯定以為林楊是天涯店主 才把那些好事送給他的 神 連我們都被騙了 可不能放過那次 把他去抓了 你害我失去一切 宋家能滅林家一次必然能滅他第二次 你的意思是那個林楊很有可能是林 林家被滅走後的餘孽 宋長我能確認林楊就是林家餘孽 路長 你應該知道說 林楊此事千真萬全 林楊這小子不知道用了什麼手來 竟然得到了三公主的青睞 為此三公主再有他十座脈框 和一座修煉秘境 這小子直接轉手全送給了白龍偉 三公主出手真是大傻 大哥說過 這四百萬是個好四者 賀雪君 可以立正 如今 這白龍偉 手握十座脈框和一座修煉秘境 還得了江朝露宇總理的智慧 而且 他還是個大美人 這又是誰娶了他 岂不是 和雙生 這樣 雙生 讓他自我擅心的芳小倩 那四少 我有意見 雙雕雕雅 直接抓了白鑼維 讓他與您成婚 到時候 雙雕雕肯定會過來救他 人家 這事情 畢竟 活抓黎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店主 屬下剛得到消息 宋拜為楊也要你許白鑼維 很可能是助您來的 宋家出手 看來他們也知道 那是畢竹林家的事情 宋家雖是京都豪門 但在天龍殿面前如同螺椅 是時候來解決宋家 爸媽 你們不要再說了 我是不會嫁給宋白鑼的 你給我站住 從古至今 婚姻大師都是父母之命 媒婦之言 你不同也沒有用 今天你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媽 你們是想逼死我嗎 那可是帝都宋家 全清大廈家財萬貫 怎麼就配不上你了 你們為什麼要逼我 嫁給我一個不喜歡的人啊 死丫頭我們還不是為了你好嗎 行了 別吵了 各位 你老實說是不是心裡有人了 我 我沒有 真的 我 你心裡有人了是哪家的青年 我們認識嗎 我們不要再問了 我說了沒有 我還敢說沒有 我聽說林楊那小子回來了 昨天還大鬧了蘇家和陸家的天空宴 你和他關係那麼好 你心裡的人不會是林楊吧 媽 還真是那個廢物啊 駱惟啊 你是想氣死我們嗎 跟那個廢物攪合在一起 林楊 不被蘇家掃地出門那個窩囊廢嗎 就是他 駱惟發的怎麼回事啊 我和他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關係 那就嫁給宋婦 宋少多好的門戶啊 嫁給他之後 你這輩子想不聽的人罰夫婦 而且 咱們白家還能進入地坑 犧牲於地都是 爸 媽 我就是死也不會嫁給宋白文的 誰不知道在外面有幾十個小妾的事 我聽著就噁心 你是執意不用嫁給宋少了 沒錯 這個該死的林楊 一定是他在被你搞鬼 是不是他對你說了什麼 他沒有跟我說任何事情 我不願意嫁給宋白文是我自己的事 你們不要牽連林楊 林楊林楊林楊 你口口聲聲說你跟他沒有關係 去處處維護他 你是把我們當傻子吧 我和你們說不懂 你們現在想怎麼認為 就怎麼認為吧 這個林楊 他自己廢物也就罷了 他要把我們洛威拉下水 要把他弄死 老公走 去找林楊 讓他離我們女兒遠一點 媽 我說了 這事跟林楊沒關係 林楊林楊我找你 誰在找我啊 先生不是 這小子硬要闖進來我攔不住了 如楊 你怎麼來了 我聽說宋家逼婚過來看看 你畢竟是我的 這事你幫不了我 幫你我救了你 肯定也報答了我 來羅威你個閉嘴 林楊 你來的正 怎麼了 怎麼了 你還好意思問我怎麼 你如果還是個男人的話 就今天 就在陸位面前消失 媽 你在說什麼 哎陸位 這都什麼時候了 你還替這小子說話 我沒有慌他說話 我真的跟他沒有任何關係 你們不要前臉無辜好不好 廣家 來把陸位股關起來 是 不媽 你這是要幹什麼 羅威不願意 只要有我在 這也不能逼他 放肆 林楊 你快走吧 這是我自己能助理 白蘭文你給我站住 媽 你要怎麼做才肯罷休啊 假的聰少 我不管你跟林楊發展了什麼 如果你跟他不分開 我不介意把他送進去 讓他把牢底坐穿 媽 你怎麼就聽不明白我說的話呢 這是我自己不願意 跟林楊沒關係 今天我就把他料理 這小 如果和你不分開 我不介意把他送給你 爸 你也是在逼我家給送家嗎 洛威啊 我們都是為了你好 這小子拿點配的上 你跟他在一起 你肯定會後悔的 爸 你要我怎麼解釋啊 我真的跟他沒有任何關係 你為了保護這個廢物 什麼話說不出來 白蘭文 你要是不想看了這小子身敗名戀 看著我們被棄死 就正常離開他 林楊 我不會讓他們傷害你的 行 我嫁 我嫁可以了吧 這就對了吧 你們 這麼逼著洛威嫁給宋白文問過我意見 你的意見 真可笑 洛威是我們的女兒 我們讓他嫁給宋白文就嫁給宋 何須問你這個廢物的意見 洛威是我林楊的救命恩人 他不願意嫁誰也不能攻破他 就算你們是他的父母 也不行 小子 我看你是不見過人家不落淚 我們白家 豈是你這個廢物咆哮的地方 林楊 你快走別管我 林楊 我說過的話 就必然會讓你成為全天下最幸 別說是宋白文 即便是帝尊 也不能上 好大的口氣啊 哎呀 縱少 今天怎麼有時間過了呀 你有什麼事 你直接說 我們過去就行了嗎 王夫人 這句話我就不愛聽了啊 你怎麼招惹是我未來月母啊 讓您受累 總算你可真會說話 您能喜歡我們家諾威呀 諾威呀真是有福氣呢 不像有些人 他想娶我們家女 也不撒胖尿照照鏡子看看自己 配不配 這位是啊 他是啊被蘇家小姐趕出來的廢物 您哪 孟高不知道你今天親自過來 有什麼事情 分析 不至於我來給洛威相聘女來了 我會都假 來 但是你們 不然 牽山 咱不能讓他們受委屈啊啊 來 快點 理男 報告 千年人生 千年房產 據鈴丹和金紫流離婚服 哇縱少 你可真是大手筆啊 這個真是折剎我們啦 只要陸威喜歡 再貴重的禮物啊 宋少你送我東西我不喜歡 拿走吧 白駱薇 你看 拒絕我 聽不懂人話 駱薇說他不行 拿上你的東西滾 放他了呀 你知道你在跟誰說話嗎 好大的膽子 就敢如此扭撞宋少白駱薇 這就是你喜歡的人是嗎 一點自知之明都沒有 娘 宋少是個好對付的人 你快走吧 你要是和他發生衝突 一點好處都沒有 小大 敢跟我吵 他是不想活了嗎 不想活的人是你吧 林涯你放肆 你自己想死也就算了 你別連連連我們白家呀 洞家其實你能撼動的 洞家確實該笑 你說什麼 宋白文20年前你們蘇家對我林家趕緊上去 今天我要讓你們宋家學戰學長 哈哈哈哈哈哈 還真是林家的愚蜜啊 我宋家20多年前能把你林家滅了 今天就給你這麼容易 還想復仇啊 啊 哈哈哈哈 哎呀 鳳上 他呀 就是一個沒有用的垃圾 他腦子有問題 林涯 原本啊 我打算和羅威結婚院上 會給你的痛快 讓你想死 那我 成全你 林涯 去死吧 林涯小心 去死吧 是 我自戀 我無緒的 你是 弄臉 臉 松少你怎麼了 啊 死了死了 什麼 松少死了 你趕著松少動手 你瘋了嗎 放心 他只是一個不能動的肺 你們幾個 可以去告訴一下 三日後 必滅松少你 你你敢 我們家主知道這件事 絕對不會放過你了 啊 啊 你們 還想試試滾 放心 有我在 沒人敢動 明陽 你趕快跑吧 松家絕對不會放過你的 現在趕緊離開江城啊 諾威呀 這都什麼時候了 你還管他啊 你是要氣死我們吧 你一個廢物跟我滾 你不要害我們白家的 等我滅了松家後 定會回來去的 還沒 我滅了松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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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兒子 你快醒醒 你看看媽媽 鄧醫生 白文怎麼樣 什麼時候能醒 對不起 我們已經盡力了 最多只能保住少爺的性格 至於什麼時候能蘇醒 恐怕你們今天有密碼 什麼 對不起 宋先生 我們真的已經盡力了 是誰 到底是誰害我兒這次 我一定要將他碎事萬段 是 是林陽 林家滅門的魚魚 少爺今日去白家下聘禮 迎娶白家小姐白駱薇 雖誠想她不從 少爺被白駱薇的肩膚給打傷 白駱薇這個賤賤 居然不嫁給我兒 你誤得他 阻止一下 明天我送女 就迎娶白駱薇 還要在婚禮現場 讓林陽這小子 給我兒下跪道歉 是 店主 宋家和白家夫婦達成協議 明日要在江城大廈 為宋白文和白駱薇舉辦婚禮 什麼 這 這是情節 宋家 這是個找鼠 給你兒子 你只要嫁進宋家 我們白家就能崩頂江州了 哎呀 也知道你逃出江州了沒有 可千萬不要被宋家的人抓住 收起那个哭声的脸 顶着这张脸 跟我送家来的时候 看了该怎么样啊 洛威 跟白家能不能决死 就要靠你了 你可不能掉亮岗 爸 妈 我问你们最后一次 是我重要 还是白家重要 白洛威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自私啊 为了白家 嫁给纵造怎么了 所以说他现在呀 是植物人 再怎么样 他也是地都豪门呢 怎么也比那个林阳强太多了吧 是 我是喜欢林阳 就算林阳什么都没有 都比宋白文强 不是吗 白家大小姐 竟然喜欢一个 被苏家足球家门的废物 也不愿嫁给宋少 缺少管教 他才会这么任性 还不是白家的长辈 没有教育好 白洛威 我们是不是太惯着你了 这样也无法不贴 爸 我就是不想嫁给宋白文 我有错吗 你个闭嘴 喂 洛威 你不看到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说说这样的话 你想害宋白家吗 爸 你现在既然为了那个植物人 为了那个在外面有几十房小切的人 你打我 白洛威 我就告诉你 今天 要么你就给我乖乖的嫁给宋白文 要不然 我就当没有伤这个女儿 你就没有我这个妈 你在无理取闹 你们站着 妈你 你今天说我不答应我 我就自在你面前 妈 我求你了 我 我家 我家好吗 好 女儿 对不起你 没打疼你吧 快看 那不是宋家主吗 宋家人 终于来了 你就是白洛威 对宋家主 这个就是我女儿白洛威 这个就是挺好看 宋家主谬赞了 我听说 你拒绝嫁给我儿子 还四处散布他的故事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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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家主 您这是说的哪里的话吗 我们家洛威 怎么可能不愿意嫁给宋上呢 可别忘了 我儿子卸的这个状态 就是因为你这女儿 高以兼服辞职 宋家主 宋少知事 虽然我们白家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最主要还是 黎洋那个废物所为 只要您能消气 我就算获出这条老命 也一定能获到 要我们消气 也简 让你这女儿 跪在我儿子面前道歉 你会承诺一辈的照顾 直到她苏醒 否则的话 你们白家 明天就难道破产 死丫头还不跟你跪下 不跪 你跪下 你不跪 那你们白家 就从这世界消失吧 赛罗威 妈求你 你快点给孙兰道歉跪下吧 要不然白家就完蛋了 妈妈求求你 你跪下吧 你们是要连我最后一点点尊严 都要践踏完是吗 我要你跪呀 我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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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那么远干什么 爬过来 给我儿子承诺 一辈子照顾 还不快过去 摸他什么 还不过来 这 是谁 是谁的打野 白 啊 小子是你 混账东西 你还敢来 我为何不敢 就是因为你打仗宋上 我女儿才被放过这件求情 就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 我女儿今天能高高兴兴的嫁给宋上 萍萍 你赶紧离开这里吧 宋家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怎么办 放心 他们不能把我同样 他能尽可能让你跪在地上 我还以为你不敢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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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敢邀请 我还没见识这副双钢子 小子 你敢招惹宋家等死吧 宋家主 求您了 小陈大戒 放了领养一马了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白鲁卫 你在干什么 你只要替他求钱 宋家主 我求您了 我犯了他 也可以 让他跪下磕头谢罪 自断双脚 你就饶补他一点主意 这小子 回家咋子吧 宋和敏 这个主意很好 我觉得可惜 今天变乱的东西允许你口中 让你眼睛睛看着我宋家一样 我的手机会消失 你你这个小畜生 把我儿子害成植物人 朕又敢在此叫嚣 真以为我们宋家都是吃鲜饭的吗 秦阳宋家也是你能挑衅就挑衅的吗 我劝你 你这个小畜生 乖乖的给宋家主和宋夫人跪下道歉 要不然 立刻要送你去见你们族人 小子 小子 你居然尽酒不支持法酒 看死 不自恋力 这小子怎么这么厉害 竟然打败了宋家家主 他居然打败了宋家家主 你早就击败宋家主 那还是那个废物吗 林阳 你居然打败了宋家主 我不是说过吗 他们奈何不了我 现在醒了 醒 我一直都相信你 老公 你怎么样 林阳 你竟敢下次毒手 一会我们宋家老祖来 竟将你衰虚万断 你这个废物 宋家主也是你能打伤的 我打了又如 林阳 你赶紧离开这里吧 宋家老祖的能力 深不可测 无所不能 更何况你打败了宋家主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还是赶紧走吧 宋家老祖 只是一个尘世的老匹夫 也敢在本尊面前撑牢 真是可惜啊 你也不看到你什么德性 这么目中无人 莫威 还不开始滚过来 宋家老祖来了 你要贵地求人 先去还能饶过我们白家 爸妈 我是不会过来的 宋家老祖要是过来了 我会跟他求情 白鲁威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立刻马上到我身边来 要不然的话 你不要参加我这个妈 我也没有这个女儿 妈 你在做什么 要他费什么话 我们究竟没有他这个女儿 好 你们如此相逼 根本就不配做洛威的父 我们不配 难道要看着洛威 被你这个混蛋 拉开嘴吗 一个将死的老头 为何可绝 我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们宋家那个老匹夫 过来受死 林阳 你敢敢再次侮辱我老祖 他要是不来 那我就先送你走 殊死 耳赶 好长的气场啊 是 是老祖 宋家老祖 林阳 宋家老祖 林阳 你不要以为你打败我老公 就可以为所欲为 混账东西 现在让你知道 得罪我宋家的下场 赏我宋氏之人 原来就是你小子 是 小子 有点胆量啊 千不该万不该 赏我宋氏之人 我就是欺账 要聊如何 放肆 小子 你下辈子投胎 可不能这么无知了 林阳 老祖你是打不够的 千万不要硬不硬啊 老祖 林阳无知 求你配 还无意 他目中无人 欺账我宋家 今天 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老祖 他昨天把我儿子打成植物人 今天又打伤我老公 欺负我们宋家没人 不能这样放过他 树子 你今天 想怎么死 这小子竟敢口出狂言 我倒要看看 他是怎么对抗宋家老子 林阳一死 若微肯定会心转意 林阳 你放心 我说过 我让你成为全天下 最幸福的一人 这件事还没完成 我怎么可能有事 一定要小心啊 二十年前 你们没有人家们 今天是时候该你们偿还 原来你就是当年林家逃跑的那位 没错 就是他 老祖今天一定不能轻易放过他 二十年前 这把剑解决了你林家 二十名高手 今天这把剑就解决你了 林 林阳 老祖 老祖 我不是眼花了吧 他竟然打败了宋家老祖 不可思议 他真的打败了宋家老祖 今天 是时候让你们给林家偿命了 住手 怎么你们先他一步下军约 小子 约有头战有主 当年朱山里林家一族的 可不是我们宋家呀 那可是幽明店店主 你要是灭了我们宋家 幽明店第一个不会放你 我可听说幽明店 不可帝国 你只有天龙店可以跟幽明店分其抗礼 幽明店 一个小小的幽明店 真是不知死我 这小子疯了吗 他知道幽明店是什么 竟敢胡说八道 林阳 你在那狗叫什么 幽明店岂是你能折辱的 臭小子 我看你是不见关键不落泪 小子 你确实有点事 你不该和我们宋家作队啊 我作对了 我已经通知了幽明店执事 叫他们一来 你必死无疑 是吗 那我还要谢谢你 你还敢嚣张 梅阳 这下你可死定了 你想做什么你 做什么 自然是报仇了 住手 救救命啊 军事大人 这就是林家那没死的小子 回来复仇了 当年林家闭门是幽明店幕后出生 是又怎样 好啊 既然承认了 那我踏平幽明店就方便了 幽明店大人亲自出手 不相信这小子 还有那么幸运的事情 这下我就看他怎么死 这是大人 混账东西 有我幽明店执事在此 还敢妄动 你可以试试 可能不能满足 你真敢与我幽明店作对 作对 你们幽明店也配 千万年来 本尊想杀谁 从来没人敢做 你 你是第一个 混账东西 你竟然敢跟指示大人这样说话 指示大人 也是你敢顶着的 一定要保佑林阳 多管咱们家 指示大人已经发目 我看这小子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只要你死了 我们洛威就能顺利下日送你 我们白家也能改换门庭 一飞冲天 走开 找死 老祖 老祖 林阳你竟敢当着指示大人的面 杀了林家老祖 这小疯了 绝对疯了 林阳你竟敢 我不仅敢杀他 你 也 老死了 嗯 坊间竟然是坊间 据我所知 坊王剑出被出息 这小子死定了 你 你得罪 优弥的指示 还重伤我老祖 真是不知死话 林 罗威 妈 林阳他不能死 他死不死 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你现在要再过去跟他说话 我就答夺你的双腿 罗威呀 妈跟你说 你不要怪妈狠心 妈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你整天跟他搅在一起 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林阳 你千万不要出事 你担心他也没有用啊 一会儿油明店大人 结果把他弄死 这小子竟然斩断了霸王剑 难道他真的是什么大人物 他竟然如此厉害 完了 连知识大人都不是林阳的对手 你到底是谁 你都佩服 知识大人 林阳你重伤知识大人 幽冥殿不会放过你的 你等死吧 林阳宋家 幽冥殿以所有帝都的豪门 绝不放了你 林阳 你胆敢与我幽冥殿为敌 你知道是什么下场吗 有何下场 林阳 你个混账东西 胆敢在会场闹事 甚至还重伤幽冥殿知识 宋家 绝不会放过我 看来你们宋家还有好手 林阳 帝尊曾自以为我宋家 一枚天涯四海追杀旅 死问一处天下之人 藉口处置 完了 这下林阳就算是跑 也无路可走了 真是唬人啊 可惜你们宋家已经灭了 林阳 你胡说什么 我们宋家怎么可能消失 很快你就知道 谁啊 啊 我宋家 没了 怎么了 我宋家被灭了 灭了 是你住的 我说过二十年前的账 今日定要算清楚 宋 宋家被灭了 该不会是开玩笑的吧 你没看见宋家住 接完电话 脸色都变了 不是吧 这小子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这小子 他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神的 你没看见宋家住 你怎么建议 啊 我去啊 妈干嘛呀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跟林阳解释解释 他不是你男朋友吗 不是 你们两个刚才叫我 别靠搭太近的呀 刚才是刚才 现在是现在吗 我 你们有事吗 啊 呃是这样的 呃之前的事情呢 是我们做的不好 请你不要放在心上哈 你们俩的是我们不反对了 我们支持他们还看着 王书荣你这个贱人 你在想什么呢 赶紧带着你女儿给我滚过来 你们送家都灭了 还笑到什么 现在铃鸯才是我们最佳女婿 才是和我们女儿最配的 赶紧拉着你那个植物人儿子 滚吧 你你 铃银 你别介意 你妈就是这样 不知鼠辈 实在可恨 如此狂妄把我们幽冥殿放在何处 女儿 还有幽冥殿呢 别忘了 要不怎么过去吧 可笑 现在这都害怕 我宋家背后 有幽冥殿 即便疑神陨落 也能很快崛起 何人家这狗叫 三公主是三公主 我竟然看到三公主的真容了 借给三公主殿下 宋家背靠幽冥殿 就敢如此为非作胆了 没 没有 这怎么可能 我听说 你们宋家 想要逼迫江州的一个姑娘 洽给你们的植物人儿子 不是 没有的事 对对对 我们宋家 怎么能做这种商业害你的事 四公主 您亲自到林主书 不知道所是何用 林先生是我朋友 他是我朋友喜欢的人 你们欺负他们 我欺负不了 您朋友 你们幽冥殿 现在都这么放肆了吗 抱歉 我不知道是您的朋友 是我的不对 请多见解 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 林先生 我错了 回去告诉你们店主 让他洗干净脖子 让我出店 好 我们店主等着您亲自礼礼 谢谢 三公主 我们也告辞了 原来有三公主成功 说到底 这小的一无是处 还是个废物靠女人装逼 林先生 你现在是同马方波了 可以简单 我知道你是听龙甸甸 那也不能轻易 招惹幽冥殿呀 我就是招惹了又怎样 幽冥殿现在的实力 已经全面碾压天龙殿 如果真的看了起来 你的一面不大 一个小小的幽冥殿 本尊还不放 你还笑得出来 如果真出了事 本公主都保不了你 谢谢三公主好意 不过这幽冥殿 本尊是灭殿 看来 你一听自己 我有什么想起来的办法 看看能不能掉进去 访问的力量 实际不如你爹 林阳 你现在开始 你不许再找我闺女 你要敢再找我们闺女 要见一次打一次 对 不是 林阳 等我忙完 并会回来娶你 你怎么就那么喜欢白洛威 为什么没有更什么 你不讨 我怎么就不懂了 我怎么就不懂了 经过这次的事情 战神法相的执念 减少了不少 哎我跟你说话呢 我还有事要处理 什么事 没准 你能发生吗 大人 现在就要去游民殿 对 你怎么想的呀 你就这样去 一个人都不大 我一个人 那既然你要去游民殿四仇 我也不能干看你 我跟你一起 哎 上车吧 你可是所有男人中唯一一个能让我 你可是所有男人中唯一一个能让我 我觉得你应该再考虑一下 虽然你是天龙殿店主 可这毕竟是幽名殿 你这般单刀附会 恐怕凶多吉少 我决定的是 是不可能改变的 还有 这小小的幽名殿 还不配令我记 这家伙怎么就说不通呢 行了 你无需担心 啊 不行 不能就这样干巴巴等着 立刻通知下去 调动所有能调动的人员 马上到幽名殿总部集合 是 林阳 你这家伙可一定要坚持住啊 你要是死在里面了 我上哪在找一个天龙殿店主啊 何能如此大胆 拿从我们幽名殿 让你们店主滚出来受死 狂死 不想再说第二遍 让你们店主滚出来 何能在此闹事 你是谁 我幽名殿起得容易与这种货色上传 我利益了吗 你 就是 是的 怎么回事 反是 就是这小子 无恙无故打伤我们几个兄弟 还要面对我们宋主 话题 就凭你也敢面对我们店主 谁给你的胆子 把你们店主叫出来 否则 他凭你们幽名店 怎么办 林阳怎么还不出来 快点快点 那 那是幽名殿的阴阳二老 传说阴阳二老的实力生不可做 首先他们一起对付林阳 林阳肯定承受不住啊 怎么办 老婆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现在就是天大的好消息 只要我一看到儿子这样 我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林阳那小子 要去幽名殿总 这算什么好消息啊 唉 那小子就幽名殿总 必然是有去无回 带我去幽名殿 我要让那小子 我要看着他死在我面前 你当然要去 而且还要把白露为那见识 一起带过去 还不是喜欢那小子的 看不上我儿了 我要让他见识 心里看到林阳 死在他面前 来人 不愿 你马上给我 去把白露为给我抓到 幽名殿总部 小子 就凭你敢在我们幽名殿小子 真是不知念你 直接上弄死他 你 你小子 还不联系他 我 我 你没机会 到来 你还敢来 林阳 为何不敢 林阳 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 那么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二十年前我没有死 今日我依旧 不过你们 怕是只能在黄泉下回 是 林阳 你睁眼睛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今天就必将是你的死期 即便有三公子殿下为你撑腰 那也不是你在这里放肆的资本 今天我就要告诉你 你则对我们幽名殿的下场是什么 一个小小的幽名殿而已 你等 言之天外天 你 吹什么话 直接动手 没错 老板二位长老 必将一击击中 小子 敢在我们幽名殿脑市 就要有死亡的觉悟 我一向还有 我知道 世人均在我手中 六十三招击混击 既然今日你们执意要死 那我就成全你 小子 死到临头还敢如此嚣张 可恶至极 我们一起动手 让这小子知道我们的厉害 动手 你怎么这么厉害 这小子究竟是谁 他不是凡人 二位长老 他果真这么厉害 我知道 是不可特呀 好 那我们三个一起上 今天务必将被小子斩上 上 上 啊 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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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账小子 你以为把我们打败了 就真的能在幽名殿思义妄为 要是店主回来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等的就是你们店主 你 没有 你屡次践踏我们幽名殿 最无可恕 你等着吧 一会我们店主回来 已将将你碎十万段 你 你干什么 我帮你 送送金 什么还不来 电视啊 你怎么才来 你带的人呢 我 你说话呀 我去江州召集高方驻驾市里的时候 突然接到基层的消息 不能不允许任何人 操作业迷电的事情 围着 什么 我们现在怎么办 伤了 别人有危险了 你干嘛不就帮你 借口三口 你们来做什么 三公主 这里可是幽游店 难道我们就不能来吗 什么意思 怎么跟店家说话呢 柱子说话 哪有你交换的份啊 你 您贵为公主 有些事还是不要插手 你什么意思 我们收到消息 帝尊店家 不让你插手这件事情 三公主这次 你保不住你 放弃吧 就算那林阳有些手段 可敢来幽冥店总店闹事 就是在找死 如果你不怕帝尊生气的话 您最好还是不要管为好 父皇虽不愿意插手此事 但杀你扔就回来 我们可是幽冥店的 你要是杀了我 就是得罪幽冥店 帝尊说过 我允许你插手幽冥店的事 动手 这 三公主 在我幽冥店门口杀人 我不能来看看吗 怎么 替你教起两条不听话的狗 不行啊 自然可以啊 不过 我们幽冥店的事 还望三公主不要插手 可是我这人啊 更爱打包不平 店主你是不知道 可惜啊 我听说帝尊这几天 特意嘱咐公主 不要插手我们幽冥店的事 好了 陈公主慢慢闲逛 在下还有事情要处理 老舍 可恶 怎么办 跟上 是 林阳 你死定了 待会店主回来 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绝对不会 是 林阳 你不得好死 敢在我幽冥店闹事 你也想 不不不 我怎么也没说 幽冥店 也不过 你要 小小年纪胆子都不小啊 你要 小小年纪胆子都不小啊 一如 你终于回来了 这小子在我们店里杀了很多人 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店主 救我 小小子 小子 林家余孽 跑了二十年 今天 还敢来我们幽冥店闹事 是难道真的不害怕 叶你那早死的林家人 该去向林氏深渊 建设的人 是你 二十年前 你们幽冥店为了扩城市 火通送掉出我林家门 现在二十年过去 你也该为你 哈哈哈哈 就骗你 你 你敢和我叫小 不止死活 那就试试看 到底是谁不止死 小子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竟敢公然挑衅优媒店店主 林阳 我就等着看你 跪在地上 像狗一样 向我们求饶 林阳是我的人 我看谁敢秀你 三公主 你还真打算管林阳的显示啊 我们不是提醒过你吗 管林阳 对你 没有好处 掌嘴 是 我最讨厌我在说话的时候 有狗在那里 你打我 居然当着幽冥店主的面打我 你打的就是面 三公主 一尊曾提醒过你 不要再插上幽冥店的事情 你为了林阳 竟敢再插手 该不是 唱会 你胡说什么 所以我也不说 三公主 你自己欣赏 你们放肆 先像这样说话 找死 怎么 你们还想 你们倒是打我呀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随意打人之后 是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的 三公主 这 这 这回知道了 并不是 什么事情都可以掺和的 李中院 李中院 如果你想现在 能去地下陪他们 就成全 你 站住 绝不能放回这小子 呼喊无情了 假的 给你一个选择 你想怎么死啊 正好 这句话也是我想问你 叔叔 你唱 李阳 既然不死 老子就帮你做决定了 嗯 是李阳 是李阳 到底是谁 天龙殿店主 李阳 天龙殿店主 什么 你怎么会是天龙殿店主 这 怪不得他如此嚣张 还能认识三公主 就算他是天龙殿店主 又能怎么样 幽冥店主 可是当今是最强 杀他 易如烦扰 得的是 就算你是天龙殿店主 在老子面前也得俯首成臣 今天 三公主也保不了你 林阳 你以为你侥幸当了天龙殿店主 你就能为林氏报仇 妄想 只要有幽冥店主在 你这辈子 也只能够够在我们脚下 你敢杀了他 杀了我 我倒要看看 你们有何本事 吵死 你别以为捡了一个天龙殿店主的职位 就能为所欲为 过了二十年 你也是一个废人 你家的余孽 连弟孙都不愿意插手淤泥店的事 可见你天龙殿 有多不受地尊待见 你居然敢单枪匹马再次叫嚣 不知死活 小的 算你有点本事 那两下子就想打败我 那两下子就想打败我 也想了他天真老 记住 至终 本林家 便是我幽冥店的手下败将 就是幽冥店的事业 可是他小子能起起来 今天他注定要死在这 不知所谓 焉耿狂肺 林家 你还敢动手吗 就不怕白鲁卫这贱人 陪着你一起死 进来吧 林家 喂 你怎么这么傻 你们竟敢拿路微微信 我们就是要让你知道 我们幽冥店 不是你能擅闯之地 你要为你的无知付出代价 林家 你可要想清楚 就算你能想清楚 但是他可没有这本事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幽冥店核实出了如此下流无耻之途 这是兵不厌仗 林阳 这回该你选择了 究竟怎么做 我们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 本身 只能让我威胁了不成 什么意思 他凭幽冥店 用绝后患 好大的口气 哈哈哈哈哈哈 就凭你也在说大话 灭了我们幽冥店 真是笑话 哈哈哈哈 林阳 你不会是做梦还没梦醒吧 还是你以为三公主给你呈腰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还是快点认清你的现实吧 你们这些混蛋 林阳 林阳 永远都是废不拉机 林阳在这苦苦挣扎了 束手就擒吧 林阳 老林阳 有我带人 不会有事 林阳 我不怕 跟你死在一起 我心甘情愿 如果又来世 我一定会嫁给你 淤 evident vote 师父 您应该是 这个人 在晓腹呢 她的心里已经挤不下第二个女人 三公主您怎么了 我没事 幽冥殿 你们竟然敢当着本公主的面如此放肆 就算父皇祖史又如何 本公主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三公主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帮助林阳这个废物 你看 人家俩才是一对 你在林阳眼里 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人而已 三公主 如果我说你早就不插手林阳的事情 本公主想干什么 你们管得着吗 管不灵 人 一尊的面团上 插手 我和你一般见识 现在 也管本尊不留情命了 你敢 三公主有个三长两短 地尊绝对不是放过你 这就是我幽冥殿 我杀了他 谁又能知道呢 我时候 大腰怎么会传说 自己就丢了 和我幽冥殿有什么关系啊 在座的 都得留在这儿 快快看 这就是实力 居然快就拍身了 飞升神经 再有一步 他就能真正飞升神神 与朱天骑兽 效果了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这个又看着 你如何应对 垃圾就是放弃 像我们在废物 怎么可能是我们叶子的意思 林阳 林阳你答应过我的 一定会取我的 你不能有事 放心 绝不是 林阳 你能行吗 他的飞升神经 只差一步 就可以遨游外界了 飞升神经 烙影 死到临头还在这里吹你 真是不知死 林阳 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 林阳 收死吧 林阳小心 林阳 你可不能死 林阳 你小子死定了 你不可能是我们建筑的对手 这个混蛋 让他儿子成了植物人 还迷了我们宋家满吗 我们绝不会放过他 你怎么可能打到我们店主 店主可是飞天神经 这个笨蛋 怎么可能反应我们店主 林阳 你没事吧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殿下 林阳绝对不简单 他能打败飞升神经的宗师 可现在他 他可能早已飞升 他可能早就已经熬悠外界了 他怎么会这么近 不可能 他可能早已飞升 他可能早就已经熬悠外界了 你被一个矛盾小的打败 我早就说过 你们绝对不是我的 你不是林阳 你不是林阳 你杀了我们店主 就不把地主怪罪吗 幽冥殿以下犯上 甚至还想杀了我 父皇要是失道了 林阳 阿天店主 求你饶着我们 我们当时出手 也实属被逼无奈 啊 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 当年的事 我们可没有亲自动手啊 哎 是他 你的晚上 是他亲自指挥的 可笑 狗咬狗 林阳 你想怎么处置他吗 他们当年怎么对待林家的 现在就算还给他 好 贴车走了吗 是 那就谢过三年了 喂 走吧 我在江城大厦 为你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错过了 终究是错过了 这来的可都是江城的名流啊 难道 洛威说 林阳灭了宋家和幽敏店之后 要来这里成亲 是真的 怎么可能 林阳那小子肯定骗了洛威 等会一定当众 猜错 我喂 妈 你怎么还起迷不悟啊 你要被他骗多久啊 妈 我喂 林阳 不要以为找这些演员能唬住了我 我告诉你 无论如何 我是不会把女儿嫁给你这种废物的 骗子 废 店主江州镇首到了 什么 店主 镇首大爷来了 参见店主 我苏家的礼物均已收回 苏家母女得知您的真身后 一直想见您 已被属下城主 从此江城 再无苏家 行了 起来吧 是 什么 这小子城主的苏家 难道他真的是店主 虽然天龙殿店主 只能还不规范 参见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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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可以迎娶过威了 可以可以 您可以随时迎娶过威 我想 不愿意 执念 彻底撒 是 十法圣归位 万法归一 心地 成神 啊